現在共軍士再度宣布要軍演 那麼中國福州海事局發布了航行警告 指出炮兵分隊將會在明後兩天 在福建省外海展開實彈射擊的訓練 而中國現在對台的軍演引起了國際關注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就公開表示 反對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另外瓜地馬拉的總統當選人阿雷巴洛 選後接受專訪表示 他無意跟台灣斷交 但認為同時跟中國發展關係是絕對可行的 中共在台海周邊的軍演結束 但是沒有停止擾台 國防部23號公布 軍火共機六架次 共建八艘次在台海周邊活動 對中共的軍事動作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再度發聲 反對中國物力犯台 比爾伯克在對澳洲智庫的演說中 強調印太區域對歐洲的經濟重要性 也表示全球一半的貨櫃船運通過台灣海峽 力挺台海和平 更批評中國對世界基本的原則構成挑戰 點名一些區域出現了傾向中國的國家 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我國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 總統當選阿里巴洛在選後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 他無意跟台灣斷交 但認為同時跟中國發展關係是絕對可行的 阿雷巴洛表示不會在兩邊之中做出選擇 不過瓜地馬拉的私人企業都有興趣擴大跟中國的關係 但是路透社特別在報導中指出 中國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影響力逐漸擴大 也不斷邊緣化台灣在此區域的外交努力 記者韓一謝奇文 整理報導